除了陆路的跨境巴士恢复营运的好消息之外 粤港跨境水陆客运航线也是再次迎来复航的好消息了 香港中港城到广州南沙航线 以及中山客运港往返香港中港城码头 国际机场码头的航线都在今天正式复航 所以更多的相关消息 马上连线正在尖沙嘴中港城现场的本台记者季思青去了解情况 思青早上好 早上好 杨总早上好 想你 早上好 思青我看到你现在已经在这个中港城码头现场了 好 那么现场的情况都怎么样呢 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这是你们刚刚所说呢 就是自香港和内地在8号首阶段开始通关之后啊 我们可以看到各方面的一些交通工具都是在陆续的恢复 那在我现在所处的这个香港的中港城的这个码头呢 其实也是在今天13号开始呢 也是再次的复航由香港中港城到广州南沙的航线 那么最早的一班车是在最早的一班船呢 是在今天早上的8点钟那是正式的开出 那其实整个船是可以承达270人 不过首行呢是大约有13名左右的乘客不算很多 而现场其实当时整个情况是非常的秩序井然的 同时呢就是也有现场的市民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就表示 其实在昨天和前天秦来这里了解并且购票的时候 其实看到现场是还挺多人的 可能是因为现时间较早 所以说呢大家可能会选择在稍晚的时候才会出发来到这里乘船 那其实这次呢为了感谢所有的乘客 在过去三年的支持以及等待 珠江船物也是推出了200个免费的登船的名额 就是在今天呢其实在在12号的时候 如果是来到中港城购票的时候呢 是有机会以实名制的方式 一人呢可以得到两张的免费登船的一个名额 那还有市民呢是抢到了票 并且跟记者表示啊 就是昨天其实抢票的人的时候还挺多 很担心自己抢不到 那对于其实现在终于三年之后能够重新回到家乡和家人团 就是觉得非常的开心 也非常的期待 当时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看到大家的整个心情呢 也是非常的激动的 那还有一些市民是早前是不知道有这个免费赠票的这个活动 那在购票来到现场准备搭船之前呢 是得到了珠江船物人员的帮助下呢 是进行了一个退款 又重新的在现场得到了两张的免费的船票 其实整个事情都是让人非常的振奋和感动的 他们也是表示呢 其实对于终于能够乘船返乡 也是觉得非常的开心 也希望未来呢 珠江船物以及其他的一些船物公司 可以陆续的增加有关的名额 因为我们知道呢 其实陆路口岸可能是需要是进行一个预约的一个流程 但是如果我们搭船回到内地 其实是不需要进行一个预约的名额 只要你买到票 你就能够回去 所以其实也是成为了不少市民 可以另外的一个选择的方式 那另外呢 那珠江船物也是表示呢 航线是采用碳纤维的高速客船 90分钟就是可以从香港呢 是抵达广州的南沙 也是呼吁呢 所有的乘客是能够尝试另外一种新的方式 回到家里和家人呢 是过节以及是团年 那同时呢 这个整个船物是总共分三个舱 一个是普通舱 头等舱和贵宾舱 也是可以供市民自由的选择 那么以上呢 就是现场的最新情况 先把时间交换给你们 嗯 水上的通关之路啊 又终于复航了 谢谢思青带来的现场消息